白雪 我要和你绝交 我们再也不许好朋友了 哼 绝交就绝交 那我们以后就不许好朋友了 你送给我的小熊花给你 我才不喜欢 那你送我的洋娃娃也花给你 我也不许爱你的礼物 哼 奇怪 白雪和贝尔姐姐这是怎么了 不好了老师 我那是珍古亲了 什么 我不是让贝尔给你了吗 我知道了 你就是贝尔姐姐故意不给我的 白雪 你不要冤枉我 我明明给你了 哼 我才不相信 好了不要吵了 我们来看看监控就知道了 贝尔 你把这次的试卷发一下 好的老师 给你熊妹 大宝 给你 黑暗魔王 给你 白雪竟然一百分 哼 黑暗魔王 那你把白雪的试卷给他吧 你看吧 根本不是我 是风吹走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没有 白雪已经贝尔姐姐 你们不要吵了 你们平时不是关系最好了吗 才不是 我们已经绝交了 对 我们绝交了 我 为什么 因为 贝尔 你知不知道 白雪买了和你一样的衣服 哦 不是吧 可是我们是好朋友啊 贝尔 她还买了和你一样的文具盒 你没发现吗 每次你有什么东西 她就会跟着你学 这可太讨厌了 薄熙 你自己回去看 不是这样的 哼 你自己看 你的衣服 你的文具盒 哪个不是跟我学的 不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才会想和你有一样的东西 才不是故意跟着你学 真的是这样吗 对啊 但是贝尔姐姐 你也很过分 我怎么了 你忘了上次 白雪熊妹 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贝尔姐姐熊妹 你们等等我 我要回来跟妈妈说一声 不然妈妈会很着急的 好的 好的 贝尔熊妹 你们先去吧 白雪让我来告诉你们 她有事去不了了 那好吧 熊妹 我们走 奇怪 白雪姐姐熊妹怎么不见了 白雪 你是不是在找贝尔和熊妹 他们先走了 我还听到他们说 不和你做好朋友了 他们俩才是最好的朋友 什么 白雪姐姐怎么这样 不是这样的白雪 是艾莎故意的 原来是艾莎搞的鬼 艾莎这是太过分了 贝尔姐姐白雪 这都是误会 贝尔姐姐 那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吗 当然了白雪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太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最好的朋友吗 有的话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